无论在美国生活、工作还是短期学习 都可能与美国的法律打交道 但由于东西方观念及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 许多来到美国的移民对美国法律只有模糊的认识 我们整理出一些代表性的案例 让新移民作为前车之介 同时也提供一些建议供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的美国生活能够幸福美满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法律威克堂 本节目将在YouTube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频道首发 每期时间每天晚上10点上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避免校园暴力 零容忍法规 一名亚凯迪亚的高姓同学刚从大陆移民来美国 他个子不高 英文讲起来也有口音 常唱是同伴同学 有个白人学生经常嘲笑他 耻笑他是FOB 后来他查过字典才知道FOB是观光跳船下来的意思 很明显是嘲笑他 他非常生气 但是打也打不过 又不敢跟家长讲 所以高学生自己去百货公司买了把弹簧刀 作为自身的保护 有一次在课堂上 白人同学再次嘲笑他 高同学就拿出刀来展示了一下 想吓唬吓唬他 虽然那个白人学生被吓跑了 但却向学校报了警 校警找上门来翻出了那把刀 高同学也承认是他把刀带到学校来 因为那白人同学总是嘲笑他 一是给对方看看 不要让他再欺负自己 二是如果打起来 他起码有刀可以做正当的自卫 他也找到其他几个中国同学替自己证明 那个白人同学总是嘲笑他 他已到了忍无可忍的情形 所以才有这样的行为 尽管如此 校方并没有抓这个白人同学 反而报警将高同学抓去 并且通知他家长学校将开除他 因为他已违反了学校禁止武器的零容忍政策 同时 警察局还将此案移送到青少年法庭 检方指控他在学校非法拥有武器 面临六个月的劳刑 下面我们来听听邓红律师对此案的分析 自从十多年前俄亥俄州哥伦巴高中学校 发生校园学生枪杀事件之后 校园内学生戴武器成为全美各地 学校最大的安全顾虑 近年越来越多的暴力案件都发生在高中初中 不少成长在电子游戏年代的学生动不动就开枪 使学校对武器及枪械风声鹤唳 因而各地也纷纷立法来保护校园安全 加州的立法机构领先其他州 采取了零容忍政策 也就是说学校对学生被发现携带武器返校的行为 不会采取任何宽容的态度 只要发现学生携带任何武器或枪械 校方除会马上开除当事人学生的学籍 而不允许学生接近校园外 还必须报警并最后送交刑事法庭 刑事指控学生及其家长 每一位民众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发一些错 很多时候学生犯错都会给予改过的机会 但在两方面学校是不会给改过的机会 一是枪械方面学校不会采取容忍的态度 二是恐吓的行为 有时学生为了怕考试 故意放出学校有炸弹的假消息 或者认为哪个老师对自己不公平便打电话 发电子邮件或信息恐吓老师 这也是不能容忍的 因此学校对恐吓和武器的行为都是不能宽容的 有时学生带武器去学校时无心之过 做学校劳作项目时需要用刀 做完后就忘记从书包拿出来 或者有时生日礼物 父母送自己玩具枪就拿去学校向同学展示 可是这种就算是仿真的玩具枪 弹簧刀 蝴蝶刀等 只要有可能造成他人受伤都属于武器 学校只要发现他们都会将学生开除 但是家长有权利向学校救学生的开除问题 要求听证会 请求学区教委能够给小孩子继续读书的机会 另外在青少年法庭上 如果学生并没有伤害到人 纯粹只有带武器到学校 辩护律师也可以向法官求情 给他们机会 让他们做义工来弥补错误等 我们可以从此案得到的教学是 家长应该跟小孩子随时保持沟通 了解自己的小孩子 在学校里受到哪些不公平待遇 希望他们可以及时向自己反应 如果觉得学校有哪些不对的地方 可向学校校长办公室或老师反应 要教育小孩子千万不要自行自发 拿刀拿枪保护自己 否则会成为校园零容忍法规的牺牲品 而葬送子女的大好前程 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如何防范青少年加入帮派 华裔社区的青少年犯罪问题不容忽视 从上一个世纪70年代开始至80年代 来自台湾的小留学生陆续进入美国 在80年代 台湾的留学生开始出现包括吸毒 和帮派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形成华裔青少年犯罪的第一个高峰 到了90年代 大陆的小留学生也开始进入美国 由于这些小留学生或是自己在美国 或是单亲在美国 而疏于管理 因此也出现了包括帮派在内的很多问题 形成了华裔青少年犯罪的第二个高峰 华裔青少年的犯罪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 父母不在家 无法与孩子沟通 孩子在学校被其他族裔的同学欺负时 没有得到正确的辅导 孩子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处理 第二 同学之间结成团伙互相保护 久而久之 形成帮派 第三 年少气盛 有逞英雄的念头 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 有钱的孩子请同学吃饭喝酒 结交了一帮酒肉朋友 第四 像华青帮 青龙帮这样的帮派 不断在学校招募新的成员 南加州的阿凯迪亚市 蒙特利公园市 核桃市及罗兰港等地华裔学生集中的高中 都有帮派分子在扩充自己的势力 帮派分子利用这些学生 在学校进行贩毒等非法活动 学生一旦加入帮派组织 很可能去从事非法的犯罪活动 如打架 群殴 抢劫等 特别是青少年想加入帮派时 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要被测试有没有胆量 敢不敢开枪等 进入帮派的学生有两种情况 第一是家境非常好 这些孩子花钱找人 让别的学生跟着他们跑 另外一种情况是 孩子的父母在餐馆 一场打工 收入不是很高 又不太懂英文 也无暇顾忌子女的教育 如果有人花钱 请这些孩子吃饭 出于义气 这些孩子会为请他们吃饭的人 做些事情 对于帮派问题 华裔家长绝不能掉以轻心 有下述的情况需要注意 第一 很多州的法律规定 如果查明犯罪活动 与帮派活动有关 将最佳一等进行重判 第二 如果结伴犯罪犯下重罪 所有的共犯都将承担该案中 最重的罪名 例如发生在南加州 来自台湾的留学生 刘亦晨被杀的命案 原来几个学生计划 抢走留性学生的钱 没想到其中一名主谋下毒 将留性学生用刀杀死 涉及此案的几个学生 都被以谋杀罪起诉 美国法律中有一项罪名是 重罪谋杀罪 几个孩子共同犯罪 其中一个孩子犯了最重的罪 另外几个孩子也要承担这样的罪名 第三 许多州立法允许检察官 将一些犯下情节严重的青少年 当为成人起诉 加重青少年的惩罚 第四 孩子加入帮派容易 退出帮派非常困难 如果发现孩子有帮派行为 要立刻寻求警察部门 社区的非盈利组织和社工等的帮助 采用搬家或其他的方法 阻止孩子继续参与帮派活动 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父母责任及学生的权利 许多新移民举家到美国 目的是为了自己的下一代 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及发展空间 美国社会认为 18岁以下的青少年 仍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 因而透过法律来保障青少年 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同时也赋予家长很大的责任 一般而言 父母的责任分为两大类 一是养育责任 另一是管教责任 父母两方或继父母双方都有这些责任 养育责任是指父母必须向未成年子女 提供生存的必需品 除食物 衣服 住屋外 还必须承担他们的医疗 教育 及必要的法律援助 不管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是来自正常的婚姻 或者是没有婚姻的关系 父母都要承担此责任 至于具体的养育费及养育程度 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 如果在婚姻案件中 法官可能会根据父母的经济状况 及小孩的需要 而规定出每月的抚养费 如果子女满18岁或19岁 但仍在高中上全天的课 父母仍要履行抚养费 假如父母向子女所提供的抚养 未达到最低生活必须的标准 父母很可能被指控虐待小孩 或忽略小孩 而被政府提出公诉 政府的儿童保护局也可以以此 来将小孩从父母手中带走 交给政府部门指定的家庭抚养 第二类责任是管教责任 父母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 来监督及管制他们的子女 假如父母怂恿或放任子女犯法 父母将会触犯刑法 如果父母知道子女 有不当行为的趋向而不理会 父母必须为这些不当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 此外 法律还规定某些行为非常危险 父母必须管教子女 否则父母要为自己的失职负责 例如如果小孩使用枪械伤人 父母必须向受害人赔偿 如果小孩故意伤人 父母必须向受害者支付医药费 住院费等 如果小孩毁坏他人财产 父母必须向受害者支付子女 无力赔偿的部分 如果小孩在商店偷东西 或从图书馆偷书 父母每次最高可被罚1000元 如果小孩违反宵禁规定 父母可被罚交运债费用等 本人处理青少年犯罪案件 二十多年来 接触到无数宗华裔学生 触犯刑事的案件 大部分的青少年犯罪行为 都从学校开始 很多新移民学生 没有办法适应新的环境 或者觉得老师或同学 有歧视的行为 自己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 在气氛的时候 威胁老师或同学 或用电子邮件来恐吓老师 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还有的学生购买一些枪械 刀具放在随身带的背包里 一方面是给自己壮胆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 不小心带到学校 而被学校保安人员查获 一般的民众在被警察拦截时 警察在有合理怀疑理由的情况下 才可以对民众或车辆进行搜查 但是学校的校长或其他人员 并不需要太多的理由 就可以对学生的书包等 随身物品进行搜查 一旦发现有枪 刀甚至玩具枪都会被没收 一旦学校发现学生威胁老师或同学 或携带武器进入学校 这两种违法犯罪行为 可以采取两种措施 第一 要求违法的学生停课 并开听证会给学生一个解释的机会 由学校的听证委员会决定 是否将学生开除 学校的听证委员会 由学生代表 家长代表 老师代表及学校的主管组成 大部分情况下 只要校方提出开除学生的建议 都会在听证会上获得通过 被开除的学生 很少会被其他公立学校继续接收 所居住的学区 有责任替被开除的学生安排学校 一般来说 学区只能将被开除的学生 安排到另类学校 与其说是惩罚 倒不如说是奖赏 因为这种另类学校 往往对上课没有严格的要求 每周上课只有几个小时左右 结束在另类学校的一年多的学习后 表现良好被开除的学生 有可能回到原来的学校 如果真的出现了被开除的情况 应该进行自学 可以用变通的方法转入私立学校 或去社区学院修课读 或自学直接考取高中毕业文凭 由于学校实行的政策是零容忍 因此学生任何涉及到 危害校园安全的行为 都会导致被校方开除的命运 第二 校方同时会打电话叫警察到校园 把违法的学生交给青少年法庭处理 由法官进行刑事方面的惩罚 敬茼 zaman 正在路子中监事 veure 大家